陳俊秀在商場比賽打第二棒 英賽奧的攻擊 最後打在的右半邊形成安打 全場第一支安打出現 由陳俊秀打出 第一個球是壞球 中度地帶 安打又出現 連續兩支的短程安打 現在幫助忠信兄弟的攻勢 來到了得分位置 先是香蛋 滿球數 這次真的是保送 俊秀秀也出現 個人在本站第一個四壞球保送 7號位 有沒有機會 中度地帶安打出現 江坤宇打出了這支中線的安打 帶有一分的打點 兄弟相當的不容易 兩出局之後成功的打出安打帶有打點 而且他們突破的是榮姿子徐洛希的頭球 這也是江坤宇生涯第500支安打 相當有意義 而且帶足的貢獻 球隊第一分就是由他打回來 棒打徐洛希 這球無首要的位置是在外面 所以這球徐洛希稍微有點失頭 跑到洪峰內角來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曼蓉 請大家訂閱我們中信兄弟官方YouTube頻道 以及鎖定我們的Podcast 兄弟你來說